國民大會 歡迎收看國民大會 我是余美人 那麼復興航空的 這個無預警的停飛 這件事情引發全民的一個關切 那麼大家一定會很好奇 一個企業要宣布解散 它是不是有個法定的程序 但復興航空不是一個普通的企業 它是航空業 它攸關了很多的航線旅客的權益 還有非常多的國家安全的問題 是不是我們的主管機關 在這個過程裡面 也有很重大的疏失 因為它是有監督的 裡面有非常多的內幕 今天請到的都是專家 要來為您一一分析 你就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首先為您邀請的第一位 特別來賓是仁俊 美人姐好 大家好 傑銘 大家好 清皇 美人姐好 大家好 坐在11A的高超 OK 大家好 11B的校程 我曾經差一點點會是那個什麼 復興航空的眷屬 有交過那個復興航空的空姐 我沒有要問這一題 她的重點是後面這一句 我沒有要問這一題 你沒發覺我有點得意的感覺 對對對 OK 好 我們來看新聞畫面 復興航空無預警解散 總統也震怒 公開場合總統不想開口 但關起門來炮火四射 在中場會中 總統怒僻交通部沒有一點敏感度 隨後也要求相關部會競速處理 只是總統的不滿 似乎也讓民航局很委屈 每一年他們都要依照規定 提報年報跟半年報 那最近也都有提報月報 所以我們是有在觀察 也有在掌握 但民航局的消息 比民間慢也是不真事實 而且新航事件 相關部會不只事前狀況外 事後的跨部會溝通 政院和交通部說法也是白白款 包括花蓮 花東 台東 還有離島的這些居民朋友們 12月1號期 那華航會全部接手 新政院第一時間 標示華航會接手所有新航航線 但交通部次長范止谷 隨意及澄清 只有台中到花蓮 以及台北到花蓮的兩條獨紮航線 民航局也說絕不是全部接手 因為國際和兩岸航線 涉及航權分配 不過政院回應 以發言人說法為主 民航局只能改口 華航集團有表達飛航 復興原經營之國際與兩岸航線之意願 沒有不同調的問題 在行政院開會的時候 華航表達他願意接手 全部的航線 政府的角色到底在哪 法令上面有沒有法源 搞不好連林權自己都搞不清楚 據瞭解也有民進黨立委私下表示 國際航權不是說接就接 而且暗指自家發言人話說太快 復興航空解散事件 也凸顯出政府內部的溝通問題 這就是告訴我們所有的大企業的老闆 孩子的個人生涯的興趣非常重要 這個人就是立志要做輸馬客 你非得把整個航空公司給他 變成輸馬客 輸掉整個航空公司 60年的企業 對不對 這對一個父親當然很為難 可是有時候真的不該接 就不應該給他接 但是我想問一下 第一個我們人民關心的是 華航接了他的航線 大家 華航沒有去接復興 是接他的航線 這個航線裡面有賺錢有沒賺錢的 華航都要買單嗎 沒有 這裡面其實就出現 我講實話 交通部跟行政院完全不同調 現在有人批評就是說 你行政院直接把它押下去 你知道嗎 因為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 他出來可以開記者會說 華航要接下他的所謂的 復興的航線 所有 那時候講的法是說 所有的航線 除了什麼 除了金門道 馬公 因為他其實因為機場的關係 他必須走小飛機 所以這個部分還要再協調 可是這個是行政院 第一時間的說法 你知道交通部跳出來 說沒沒沒 我們沒要轉接你知道嗎 華航沒有要全接 他那時候交通部居然講說 華航要接的是台北到花蓮 還有台中到花蓮的飛機 其他的部分 因為涉及到國際航線 說這個部分還要再協調 結果今天再去改口你知道嗎 今天早上又改口講說 沒有 我們就想辦法 在12月1號給他全吃下來 但是華航部分有講了一件事 你剛才說的 其實大家很關心你知道嗎 你把航線給接下來 有賺錢跟不賺錢的 不賺錢的怎麼辦 華航現在說 如果不賺錢 因為我是依照航空法 第59條跟60條 你政府叫我幫他接收這個航線 所以如果是了解 不好意思 政府要幫我補助 政府補助是我們全民補助 沒錯 對不對 這塊 不好意思 用這塊很奇怪 這位林先生 他接手復興航空以來 虧多少錢 虧很多 如果就帳面上來講 他說他每天開門 最少燒1000萬 沒有 他接手這幾年 總共虧了多少錢 半個股本 這兩年 應該嚴格來說這兩年 已經虧到50億了 50億 這兩年 對 這兩年 我跟你說 他每天塞跑車 不管是塞那種 墨塞哪裏 還是漏塞 不是 勞絲什麼 對啦 墨塞哪裏 來試還是漏塞都不可以 都是來試 都是來試 墨塞哪裏 也燒不掉那麼多 是不是這樣 問一下高超 這個到底他在停飛 一天的時候 他講說先停飛一天 這整個過程裡面 我們真的覺得裡面 充滿了不誠意 他停飛那一天是在幹嘛 我想他在擺爛 第一個在擺爛 因為他那一天 我們講說1月21號對不對 是一個非常戲劇性的變化 因為早上一開盤 大家說股市有聽到風聲 說什麼 傅星航說要停飛 所以盤中就穩定了 盤中就很亂 11點鐘 11點鐘出現大單 好 那在下午1點左右的時候 某家報紙就發出來說 這間公司要停飛 網路上 結果他在1點24分 傅行 傅星航空在1點24分 提出澄清說 我們博士說的網路上的說法 說我們要停飛 沒有 下午3點鐘的時候 我們偉大的民航局 竟然是被告知 他是被告知喔 他主管機關就他被告知 被傅星航空告知說 我們要停飛 會沒有3點 到下午6點半的時候 傅星航空公司正式發個函說 我們明天1月22號 早上要開臨時董事會 決定停飛 你知道嗎 一天之內 他把所有的問題丟給政府 丟給金管局 丟給勞動部 丟給民航局交通部 丟給檢察官 去查他內線 一團亂 所以為什麼 蔡英文這麼震怒 表示說公權力在這個時間裡面 一天的停飛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沒人知道 好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最新的 9點鐘立法院執行 執行民航局局長林國賢 你知道他們要停飛嗎 林國賢說 我知道 可是我前陣子在忙 因為什麼 我去杜瓣 我去談航權的問題 所以我兩三個禮拜出國 就是等於說民航局沒有投 後來有人在執行問他說 民航局只有一個人上班 他網路都沒有通 他沒有國際漫遊 你是把人民當什麼 他下午3點是被告知 到達我們1月22號的時候 很多人在問說 你民航局到底準不準他停飛 現在民航局有沒有準 他是被告知的 老實講他上方保健下去 可以講說你的一部分航線 我叫人來調度 你今天財務不好 說到財務的問題 今天早上有質詢民航局長 你知不知道你每天去 你不是6月到9月不是監測他的這個業務的狀況 財務的狀況你到底了解嗎 他說其實他知道 他沒有試試去檢查 他說講試試去檢查 但是他說 我知道他財務不是很好 但是我們意思說 我們緩一緩嘛 因為造成 所以立法恩就執行 結果找到另外一個執行說 你是怕他的上市公司股價 影響這個飛安 或是影響機師 影響的逝去 事實上民航局長是表示說是對 所以他事實上是知情 問一下 傑銘 他為什麼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知道他從去年 因為連續兩次的空難 對一個航空公司來講 是很大的一個內傷 他有沒有想要增資呢 他有想要增資 他事實上民航局說他被騙了 因為他除了有10億元的 之前的一個增資之後 他有跟民航局說 因為當時金管會 已經對他提出 對傅信航空的財務 提出了警示 有警示 因為他的現金量從40億 一直往下降 所以那時候股票市場 他跌到8塊多的時候 就已經有警示說 傅信航空的財務是有問題的 所以民航局就Yeah 因為金管會是有警示的 所以他們有跟我們講 真的有跟我們講 他們有增資 就沒想到第二次增資 沒有成功就說不飛了 所以民航局覺得很委屈 國家的組織 對民營的企業覺得很委屈 說我又被騙了 因為他們腦袋是沒辦法控制的 這是由民航局的官員說的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控制他們腦袋 好 這一次也可以 不過這裡面我要回到兩件事 先回那個實意的事情 我們等我來談 因為這裡牽涉一個內幕 就是父子不和 就是爸爸不爽兒子 兒子不爽爸爸 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是有可能 這麼說 原者一開始就有人說 這個是他的父親要給李明生 一個經驗來接手父親航空 其實這不是對的 事實上2008年以後 兩岸的開放 航線不斷的開 那時候民航軍跟交通部 就是在馬政府那個年代 還特別對於所謂的開放天空 有一個條款 就是說以前你這條航線 如果已經就是說沒有限定說 要幾個飛航公司就開放 使得這個復興航空 馬上多了東京 上海 這一聽都知道航線很棒 廈門 南寧 福州 大阪 這一聽起來都是一棒 都是很好的航線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 跟美人人報告一下 這些航線都還是很賺錢的 我必須這樣子跟各位觀眾們講一個 航空公司是特許行業 是 它不是我們一般人 有錢就可以開的 真的 所以復興航空是值錢的 對 它的航線是值錢 它是值錢 所以這個整個如果厲害高手 來整個資產重組什麼的 因為它是獨門的東西 它本身是有價值 它不像說我開個永和貨運 倒了就倒了 也不會有人要來買 國家也不會來接管 還有其他貨運 還有新店貨運 我隨便開 我資本而購我就開 我不用特許 航空是特許 復興航空是值錢的 怎麼可能在這個整個 即使在什麼虧損 它如果整個團隊願意改變換 或者認賠或者有誠意的話 一定會有人願意接手 你知道現在任何一個 金控公司或者任何一個大財團 想要申請一家航空公司 何其困難 不可能 因為沒有了 這是一個獨門生意 可以被搞成這樣子惡意 這是我們沒有辦法容許的 而且就是人家說 這就是小孩子生氣 爸爸跟爸要糖吃 爸不給糖吃 他就說那我就不要玩了 我就不要玩 是不是這樣子 對不對 就是爸爸我要糖吃 然後爸就說 不可以糖吃 不可以糖吃 他就不要玩 好 我會很快的講一下 因為按照國際的慣例 航空公司沒有在宣告解散的 航空公司都宣告是重整跟破產 重整跟破產 他有說財務困難 暫停營業或停業是需要反應 但是財務困難就可以宣布重整 他這次是股東會決議嗎 沒有 他是董事會決議 董事會決議股東會 對 但是重點來了 如果說你是說 董事會已經決議了 董事會決議交給股東會決議 董事會決議 其實股東會就已經決議 因為 為什麼 因為他們自家的股權 就已經佔了將近4成5了 所以也就是說 董事會決議那是 事同就是股東會決議了 可是這裡就對了 你好歹也要送股東會決議 才做停飛的紀錄 你怎麼股東 董事會決定停飛又停飛 所以我們真的覺得 因為這樣講 因為國際案例沒有解散 所以民航局也沒有想到 竟然有加飛機有的航線之後 還頭殼壞掉解散 為什麼 因為解散就沒有價值了 重整還有價值 重整起來還可以賣好的價錢 所以我就說基本上就是 遠航當時慘到什麼程度 他都要重整 為什麼 因為有價值 這整個邏輯觀的朋友 我們大家不能理解的 這是有價值的東西 什麼要把它封住 所以美人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說我們的企業真的 我們到第三代的企業 基本上幾乎是小孩子個性 我覺得今天我們節目 拍的這張下面真的很可愛 因為他塗小舌頭 真的是媽寶 說真的 因為這裡有提到這10億元的事情 現在大家都講這10億元 他有在2016年8月份給了他10億元 有人說這10億元基本上就是說 好啦 給你10億 你自己玩 愛玩 真的是莫名其妙 問一下青皇 這有內線交易嗎 我們這樣講 就整個新航的事件 會讓人家起疑 其實不是沒有原因的 因為剛剛傑銘那邊有提到說 他8月的時候增資了10億 那時候增資10億 大家覺得說 你是不是認真的想要繼續玩 那時候你知道最重要的是 在8月9號的時候 新航決定要什麼 決定要讓他的那個轉投資的聯航 威航讓他停飛 那停飛的時候大家想說 因為威航其實一直虧損 你看光第二季 威航就賠掉了快4億 斷尾求生 對 所以大家想說 你既然把最虧損的砍掉了 那你應該有機會會復甦 應該會活起來 所以你看他的股價變化 你看8月9號 他董事會決議要停飛 雖然往下跌了一點 可是很奇妙的是什麼 因為大家覺得說 你要停飛 可能照理說你營運會變好 所以你看他股價在那個時候反彈起來 拉高到了大概6.78塊左右 但妙的是什麼 在8月15號到8月22號 各位可以看 在這個線的這一段的拉上來 這個股價拉上來的過程中 竟然有人去放空 本來空單是0 竟然有人去追空單 大概是2255張 那請問一下誰知道 會在這個時間進去放空 而且更奇特的是什麼 更奇特的是你看 中間股價大概比較持平的 這一段時間裡面 從9月14號到11月7號 固定有2168張的空單 不增也不減 將近兩個月的時間 在這一段平穩的時間裡面 空單繼續掛在這個地方 都沒有變化 那讓人家覺得最吊詭的是什麼 上個禮拜五 11月18號的時候 你看他的成交量只有多少 398張而已 也就是說願意進出 買賣新航的人 其實不多的只有幾百張而已 結果沒想到到了11月21號 就是當市場傳出來說 他可能要停飛 甚至可能會有停止營業狀況 這個風聲傳出來的時候 很奇特的是什麼 公司竟然跳出來發新聞稿 說絕對沒有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的民航局也很可愛 說去問過了新航的高層 新航高層說沒這件事 所以民航局也就相信 他們口頭的說明說也沒這件事 結果好了 民航局的背書變成什麼 變成股民相信的保證 為什麼 因為民航局都告訴你說 他不會結束營業 他也不會停飛 小股民當然就想說 這個是假的利空消息 所以打到跌停板的時候 很多小股民跳下去搶 因為覺得我可以搶反彈 彈個一根也好 我賺一點錢我就跑 這是小股民的心態 所以你注意看 在11月21號當天 跌停板的價位 它是爆大量 結果當天的成交量多少 成交了10755張 各位 之前只有成交幾百張的 但到了11月21號 因為這樣一個放消息的動作 讓他成交了1萬多張 成交1萬多張 在股市收盤之後 才跳出來說證實說 真的有停飛這一回事 各位不覺得很奇怪嗎 到這裡啦 對 你如果這麼賣 直接 有沒有 自由落體就直接往下追 自己自由落體 我可以補充一下 然後結果我們的證交所 當天證交所就說掌握什麼 掌握說原來他們有 內部人的關係人的交易 也就是說他們鄰家家族 可能的關係人的成員 在當天進出的狀況 所以大家就想說 你們隔天就說宣布要結束 就怎麼樣要解散 要停止營業了 結果你們前一天竟然到貨給散戶 所以大家當然就覺得這很可惡 所以你看那個線的狀況 但後來就無量一直往下跌停 但成交量其實後來都很小很小 因為高掛了大概8萬多張的賣單 在那個地方賣不掉 待會兒回來 好 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請高超跟我們講一下 你說這個地方有一個tricky 這個在今年1月15號開始 1月 今年的1月15號開始 台灣的交易所有一個新的制度 也就是說當天是 我們那天是宣布他暫停交易 是交易一天 可是隔天又開盤 又下跌 就變成幣值 無量下跌幣值 事實上他暫停交易 按照最新的制度 可以暫停交易三天 所以如果說我意思說 金管會那邊也昏迷直訴 對對對 這天他宣布解散的那天 是暫停交易 我們可以暫停三天 三天 因為按照新的制度 最常可以到三天 所以他只讓他一天暫停交易 隔天又無量下跌 事實上應該對投資人來講 應該是實行三天 暫時你就不要交易 讓他的價格不要一直跌 一直跌到谷底 那個時候再來談說 是不是幣值 是不是禁值 是不是過低 這個部分我覺得 這個部分也是 因為金管會好像做得不錯 我就查內線交易 可是他後面收得不好 收尾收得不好 兩天的死法有什麼不同 不能這樣講 你兩天跟三天 你看從那一天是5.2塊到4.68 再跌跌跌 OK 對不對 校成 你怎麼看 其實我們看11月21號這一天 那個網友當時爆料 那其實是從PTT開始出來 對 最早是PTT出來的 你是說 10月21 2121 這個部分的爆料部分 是從PTT開始出來 PTT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訊息出來 是因為當時他的訂票系統 12月份開始全部停住 這一停停了三個月 有這種狀況出來的時候 所以造成就是 後來在股市的時候 有一些傳聞就說 那個附近航空是不是出問題了 附近航空是不是要倒閉 一開始講說是不是要倒閉了 或者是破產了 要怎麼樣了這樣 所以才引發了民航局 這個部分上面 有些人就覺得有警訊 因為當時有人提醒了民航局說 股市有個傳聞說 附近航空好像有點出狀況了 那是不是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我所知道 就是我昨天有問問民航局的 威牽跑交通部 他們說其實 當他們第一時間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第一個就想到兩個字 你知道 糟了 你知道為什麼糟了 過去的時候 他們過去在找快速師做機殼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已經掌握到了民航局 附近航空 這個一些財務上面的一些虧損 跟他們一些營運狀況困難的問題 其實早就知道 為什麼他們不說 是因為他們害怕說萬一要是 附近航空這邊 剛才他們講的情況 沒有達到那麼嚴重的情況的話 他們一發布這個訊息 會造成股市上面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緊張崩盤的狀態這樣 所以當時的民航局的做法就是說 就問就是說有沒有這回事 結果那時候附近航空講說沒這回事 沒這回事 好 現在問題就來了 除了剛才我們講到說 有關於內線交易的檢調在偵辦之外 現在民航局也在追究一個問題 你今天告訴我這樣的情況 沒有這回事 然後我還對外轉告 大眾說附近航OK的沒問題 其實這已經有造成什麼狀況 有涉嫌到這種所謂的偽造文書的狀況 你讓公務員有偵載不實 對他宣布這相關訊息 這部分也要去追究的 所以它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個情況 大家就問說 民航局知不知道就是說 像附近航空這樣的做法 是不是事前應該要提醒 其實有沒有那一天它停飛 全部停飛的時候 其實民航局做出了一個處斷的作風 就是它按照相關規定 就是最高可以罰到300萬的一個方式 所以它先罰了 罰完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民航局 最大的一個問題是在哪裡 它當時停飛的時候 是五個國內線 五個國際線 七條的兩岸的直飛的航線 那個不是一般 那個不是過去的時候 我們所看到的那種情況 莫名校突然間有沒有 取消掉一般的飛機 或者是兩般飛機那種 那是你突然間出現了 五個國內 五個國際 七個兩岸的直航線 你民航局這樣感覺起來 好像沒什麼問題 這是讓我覺得最怪異的地方 這個部分我覺得民航局要出來解釋 這個牽涉的旅客已經上萬了對不對 對 而且另外還有一個最嚴重的狀況是什麼 就是說如果說你這個飛機 如果要因為它所謂的 繼續營運上有困難的話 其實應該在60天前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提醒做預警動作 護星沒有做這個動作 他沒做的動作也就算了 而且我們現在才知道一件事 他10月份的時候不是弄了兩個 委任律師兩個專戶對不對 各六億 各六億的這種方式 其實當時就有預做準備 也就是說最早的時候 你就已經有預謀好了 你就已經準備好 就是說我今天大概什麼時候的話 我就停止對外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停飛的動作 甚至包括什麼 解散了整個董事會的這個行為 我覺得在這一在在的話 都顯示出一個問題就是 我覺得這一次民航局是有輕忽到了 那問一下這個仁俊 通常這個以公司的解散 就要清算了嘛 是 對不對 到底負債多少 現在如果按照他帳面所講的 以他Q3的財報來說 他講說前三季的這個虧損是22億 但是剛剛我想傑明有講 就是說他可能整體的負債起來 將近是差不多在50億上下 但問題是你可以看到媒體 其實根據他的這個所謂Q3的財報裡面 發現到他在各個地方 就包含在銀行的部分 都有一個很大筆的這個借款 其中我們幫大家整理出來 包含在銀行的部分 你可以看得到 兆豐有17.1億左右 合作金庫現在看起來是有16.2億 包含各個銀行裡面 在這裡面都有借錢給他 可是我們要稍微解釋一下 這個其實是有擔保的借貸 他另外有一些所謂無擔保的 這個信用借款的部分 包含台信 高雄銀行這些 在他的財報裡面其實都有出事 可是這一塊其實 因為在銀行的方面是講說 過去之前他買貨錢都有貨錢 買貨的都有貨 可是在這一次這個復興裡面 他其實記者會裡面 特別講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下個禮拜二的時候 有一筆這個可轉換公司債 將近有24億左右 他們根本因為公司現在要解散 所以他們也無力償還了 這筆24億到底是怎麼來的 其實你可以根據他的財報 在這個所謂的102年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7500萬美金的 這樣的一個數字 移動追求 那個時候是講說 他因為要買這個飛機 所以在新加坡就用了這個 所謂可轉換公司 在有7500萬美金 按照他的遊戲規則 本來是在107年11月29號會到期 可是因為他其實就講說 發行滿三年到到期日之前 你其實可以 公司可以把債券提前 這個全數或部分的輸回 據了解就是說 現在登記的人其實還滿多的你知道嗎 所以如果以三年來講 想要先輸回的 對 時間來講就是在下個禮拜二 就是11月29號的時候 這個東西要到期 復興期的 你現在出來只有講說 這個該給的我都會給 但是這一筆他擺明跟你講 抱歉 我沒錢 沒要害 所以這一筆他是不是就變成呆帳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其實另外還有一筆 他沒要害 人家給你公司載的人就 還有 而且其實還有另外一筆是什麼 你知道他在這個地方裡面 你可以看得到 事實上他在103年的時候 他在國內還發行了一筆十億的 同樣是可轉換公司債 103年 到期日是108年10月9號 一樣是可以提前輸回 所以你看他如果 就他的財報裡面說 已經轉換的金額 其實有八億一千九百多萬 算他八億兩千萬好了 表示還有一億八千萬什麼 還沒有被轉換的 這塊他就沒說了你知道嗎 表示什麼 你到底是要害 沒要害 所以現在民航其實就是 大家交通部也都擔心你知道嗎 就其實剛剛大家講說 梅林姐你剛剛講說 他那個公司是八千 那你值錢的東西 基本上可以算得出來 第一個就是有型的資產 跟無型的資產 比如說航線的東西 他的價值有多少 這是一回事 第一個 航線很難 對 對不對 以他目前的這個航線 你說任何一個新公司 要去談這個航線 其實都要花一些力氣 要衝談 衝談 對不對 所以本身我們來算復興航空 有價代的是什麼人 航線是價代 這個執照是有價值的 對不對 因為這是特許 他還有幾架飛機 27架飛機 對不對 其中這27架飛機裡面 有11架是復興航空自己有的 16架是租賃的 問題是租賃的 你有缺錢嗎 那也是要付錢的 現在民航局 交通部他就說我怕你脫產你知道嗎 你27架飛機 現在一個政策就是 你只准飛回來 台灣不准飛出去 現在這27架都回來了 問題是什麼 現在大陸會講說 你如果是租賃 租賃其實也有價值 你不要說飛人機是租賃公司的 現在民航局現在就要求講說 你如果你說新航這時候 你現在講說要把飛機還回去 不好意思 請你先來報備 但是報備我也不會准 但現在民航局 現在就是要求講說 因為怕他脫產 包含是要什麼什麼 現在加油站 因為你飛機要飛去總要加油 現在據說夏令 連加油站都說 不可以幫他飛機加油 我會不會出去了 沒有 一個公司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他的機師空姐 還有機場維修 這些員工也是有價值的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 因為你要整個training 還有一個 復興空廚很好吃 賣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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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5.8元 賣給自己的 賣給周期保全 賣5.8元 因為本來他們說 林明生說 因為他們一直虧損對不對 所以說要拚現金 他兩年虧損了51.4億 聽說一天虧掉什麼 一台超跑 因為他去年虧了24.9億 馬賽拉底 馬賽拉底真的一台 要一清 每天都低 一直流這樣子 所以當時 當時傅興在停飛的時候 就有一件好消息 就是說空廚不會停 所以當時我有看到這個消息 我還滿高興的 對 可是他問題是在於說 他上半年 就上半年今年3月的時候 他把復興空廚賣掉的時候 大家都想說你是要拚現金 你要有現金支撐你營運 可是你如果從現在這個時間點 去回顧的時候 你就覺得 你們林家把這個最賺錢的 賣回去給自己的中心保全 你們自己的家族公司 然後把這個虧損最多的 最爛的部分通通通都留下來 爛攤都留下來 然後到最後給你解散掉 這怎麼看都覺得不舒服 因為復興空廚是他的轉投資裡面 最賺錢的金基母 他的難找核桃糕 我必須講有水準 而且他現在還準備要賣年菜 他現在還準備要賣年菜 所以美燕姐 你還可以繼續吃得到他的菜 跟他的核桃糕 但是問題是說 這樣的賺錢的東西 你把它處分 你還是賣回去給自己家裡的 家族企業 然後所有的這個爛攤子 所有的債務的東西 你通通都留下來 讓大家幫你擦屁股 然後最誇張的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的內心交易的部分 就你們都已經決定要解散 都已經決定要處分掉 然後你還騙投資人進來被套牢 這是怎麼回事 所以他就說他們這樣子很過分 說你們這一連串 是不是你們早就有安排 甚至已經預謀好了 因為這整個過程 看起來你就覺得很不正常 因為很多跡象都顯示說 你們絕對不是說 到了11月22號 董事會當天你才決定要解散 一定不是 所以你看他執行長自己有承認 他承認說他11月初的時候 就跟他們的董事在徵詢解散的事情 所以他這個事情 絕對不是一個突發狀況 既然你11月初 你們就已經有這樣的想法跟打算 你們怎麼還在賣機票 還在旅展裡面做促銷 所以一個公司 這個我們大家真的不懂 一個公司 尤其是航空公司 要解散怎麼可能是11月初 才臨時起義 然後不到20天就這樣幹了 這中間是什麼邏輯 這個一點點我們可以給他阻止 或者是預警 或者是有一些什麼 作為的空間都沒有嗎 任憑他這樣做嗎 其實沒辦法 因為臨時董事會 一通過之後我查他的股東 大概國產占大概40%股權 另外中興保全差不多15% 加起來就15% 那他第三大股東是趙鋒 趙鋒只有6.6%的股權 但是趙鋒現在銀行貸款 還有17億 那不管 那可是這個林家也蠻奇怪 因為那時候提到說 很多人開始要做聯航 那林家這個整個國產事業 也在做聯航 那他是其實他起步很晚 是2014年 那2014年2015年 2016年總共虧掉11億左右 他資本額是20億 所以虧到一半個資本額 那不要講說衛航 華航那個虎航也是一樣 資本20億也是虧了10億左右 所以為什麼大家都要走聯航 原因在哪裡 因為日幣那個時候貶值 有一段時間從2013一直一直長期貶值 雖然到2016的時候 出的時候有反彈回來 但大家都覺得日幣貶值 大家都看到東北航線 所以總共全世界 大概有20幾家以上的聯航 就是這樣的便宜的航空公司 廉價航空公司 全部都去走日本線 所以整個復興他也覺得說 我也想去開發日本的 因為基本上他除了兩岸之外 過去澳門也很多 滿多的黃金線 那現在台北到花蓮 台中花蓮是復興獨有 所以這個威航整個是虧損 教程他這些虧損 因為他有大陸的兩岸的這個航線 這跟陸客不來有沒有關係 多少會有一點關係 因為他本身來講的話 他在整個... 我們看他當天停飛的時候 七條的兩岸的直航線 其實你說說陸客這段時間 他飛直航飛哪裡 飛廈門 杭州 杭州 對 長沙 對 有解講 對 其實這些都是屬於大陸 大概差不多是二線 一線的這樣城市 其實這個問題 他也不是只有在附近航空 其實華航最近也很衰 就是因為陸客的問題 大家都承受了相當的壓力 各位講說 既然陸客不來的話 那飛機就少飛一點 不可以 我要跟大家再解釋一下 這個所謂的航權的這種談判 航線的就已經簽好了之後 假如我今天規定的是 我一週裡面 假如我今天同一個這樣子 我要來回來六班機 你硬梆梆就是六班機 就給我飛回來 即使沒人搭 你都是要去 都是要回 因為這個是國際航越的一個問題 這是我規範這樣 既然如果沒有人做的話 那我每飛一次 我一定就撩錢 那剛剛我們高中有講到 有關日本線這個問題 像我前段時間才去大阪 那我做的是日本連架航空 其實我說實話 當時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 就是我隔壁的那個什麼 因為連架航空都大部分 會在那個登機門 就會擠成一坨 放在旁邊 比較遠的地方這樣 對 都會這樣 結果那時候看到 是一個國際的一個 連架航空那個 我看了一下他們 再看一下我這個日本的 這個連架航空的那個 搭乘的這個旅程客的那個數 我會發覺到他們只有我們一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要去跟 你要跟日本線這樣來拚 人家日本連架航空 本身來講 就本身國家就有很多優惠 你不管是 是降落在哪個機場 日本的航空 他們到那邊去 有專屬自己本身的一個 那個後客室 那個就是等待的那個後機室 還有他們自己的duty free 這些東西都在這裡面 我們對台灣的這樣子的 一個連架航空 你到那邊去 你要硬幫幫付錢給人家 機場要硬幫幫付 這就是成本 這個部分上來講的話 對他們來講是一個 這不是都轉嫁給旅客嗎 你說的是機場稅對不對 飛機的起落降 還有包括整個維修 包括它的加油 包括其他方面的一些清潔 這些部分 你都要付給人家 當你付給人家的時候 相對的話 我們在台灣這部分就會 成本上面就會增加 這是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是什麼 就是因為過去的時候 有很多的一些日本 因為日本的日元貶值的關係 很多的台灣人就到那邊去旅遊 現在的情況是 現在日幣現在拉上來 拉上來的時候閃客比較多 閃客的話有沒有 它本身來講 沒有這種包機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自己去訂 大家去搶 在那個什麼網路上面搶到的話 OK 我就出發了 這種情況之下 國籍航空它沒有辦法能承受 這樣子的狀態 所以說複星航空 是不是也遇到這樣的問題 它的確有遇到這樣的問題 再者的話我覺得 還有另外一個什麼部分 剛剛有提到一個說 營運的那個狀況 我知道的情況 我知道複星航空 現在這幾年 他們在整個營運狀況 他們其實在大陸這個部分 他們丟了很多錢 明白 它丟了非常非常多錢 尤其在機場的這方面 所以他們才會有一些 這種比較不錯的一些 這樣子的一個待遇 但是相對的話是 你待遇你就要付錢出來 這個部分你受不了 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國營大會 國營大會 好 我們來問一下傑民哥 我想每一個年輕人 當然現在是事情變成這樣子 可是當初也是意氣風發 對不對 想要好好有一番作為 那也獲得了父親的首肯 對不對 這個董作是怎麼樣拿到 怎麼樣接班的 還是他的兒子們就他最襯頭 我想少年得知大不幸 應該這麼說 那父親航空他來的時候 基本上你要知道我們去金門 去澎湖這些政府都有補貼的 那他有黃金航線像是澳門航線 所以當他父親交給他父親航空的時候 雖然高鐵是有影響到他台中 跟高雄的 可是他事實上在外島部分還是有盈利 而且政府有補貼 我們這樣講很多人都說 這個航空公司是真的很難賺錢嗎 其實我們都知道 航空公司最大的成本是汽油 我舉個簡單例子 就以他最近買的A330 那是大概是50億台幣 折就12年 所以每一年的成本 每一年就是12年折就 每一年大概4億多 4億多你12個月的話 大概只剩下幾千萬 他接的時候正好是 兩岸航空很好的時候 所以業績是持續的上漲 在那時候油價很貴 110塊美金一桶一樣賺錢 主要原因是因為兩岸太熱了 所以他賺錢 就因為這樣子他開始飛日本 還有其他的航線 而且當時兩岸航線 為復興航空也開放了很 有點量身訂做 對 像廈門 福州 武漢 都是為他量身訂做的 所以確實有賺到錢 好了 就沒想到就是這個 其實應該說 他摔了兩架飛機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不量的擴張 他的機組 飛機的各式各樣飛機 但他忘了一件事情 他人員沒有跟上來 這人員沒跟上來的時候 糟糕了 過勞事情不斷的發生 才重創他的飛機的一個幸運 他搞廉價航空是不是很敗筆 廉價航空他是運氣不好 因為他正好做廉價航空的時候 日元大幅升值 如果日元還是維持在 110塊對美金的話 他廉價航空是對的 因為廉價航空訴求是散客 所以當你價格夠便宜的時候 還有這第一點 第二點 他其實配套可能沒做好 一般賣廉價航空是賣套餐 就是連你下飛機住哪個飯店 去哪個餐廳 哪個行程都要搭好 所以廉價航空不是只單純賣飛機 那沒有利潤 他後面的這個套裝沒有做好 我覺得最致命的事情還是在於 當時日元突然之焉又反彈到 就是100塊以內了 加上摔兩架飛機賠了不少錢 對不對 那問一下這個任俊 到底這位林明生先生 是一個什麼樣個性的年輕人 年輕嗎 現在 算年輕 43歲 出身宜蘭的這個旺族 國產第三代接班人 坦白講 一個長得算體面 我們必須講 雖然這個公司搞得不太好 但長相是體面的 事實上他37歲接 這個附近航空董事長的時候 很多人覺得說 真的意氣風發 他之前有什麼歷練 為什麼可以讓他接 好像也沒有什麼特殊的歷練 因為我跟你講 其實因為美人姐 為什麼會講說 他想當蘇馬克你知道嗎 因為他其實被大家 媒體報導最多 就是他的車很多 而且都是超跑 這個數字其實大家 這車子的錢哪來的 家裡也有錢 你覺得自己自己賺 因為家裡有錢 他15歲就有了 他15歲就買超跑了 15歲就買了他一台超跑給他 罐子沙子 所以他的超跑數量到現在為止 其實每一家媒體講的不一樣 保守估計有二十幾輛 多的有寫到三十幾輛 但是可以講到說 這個復興他後來不是在內湖 把復興航空整個搬到內湖去 有一層的這個地下停車場 媒體有去拍 說整個都是他的超跑 所以為什麼美人姐剛會講說 他就想做蘇馬克 下去做蘇馬克就好了 變成蘇台幣 可能把整個都很多都賠掉了 可是現在大家就講說 其實他接這個復興航空 所以你們還是沒有人告訴我 他在接復興航空之前 他有什麼歷練 他之前在從國外念書回來之後 然後他到了國產失業的時候 他一開始的時候 在建材的部分上面 他是的確有幫了 有很多忙 本身來講的話 他有做過所謂的業務 這方面的歷練 他是有過的 他有過之後當然就是因為他是長子 所以長子在這種狀態之下的話 他後來之後就是他父親覺得說 因為當時復興航空的整個經營的狀態 所以他父親就讓他來接 我的意思是說人家至少長榮那個張國偉 還是從機師開始整個跑一遍的 他沒有航空經驗 他之前就是國產的部分上面 怎麼這樣敢給他接班 好 沒事 所以市場上才會有這樣一個說法 就是說你如果只是為了要培養接班梯隊 是不是要把一個航空公司給他去經營 不要講說給他玩 現在看起來成效確實不好 其實在這段時間裡面 大家會發現到說 林明生他接復興航空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大家對他是覺得說還不錯 因為年輕人敢衝 也是說要讓復興航空成為航空界的獲利王 而且他整個的股價開始的表現 其實並沒有很差 一直到兩次空難事件發生的時候 大家才發現到說復興航空 事實上可能在內部的經營管理上面 是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有這個 因為空難之後 很多的這個有一些機師 有一些空姐他們就後來會抱怨 講說好像這個經營團 這個管理的這個團隊 跟這個所謂的林明生本人 事實上是有一些不合的地方 也就是老成可能會覺得說 你一個不懂航空業 你要擴充很快 比如說像今年 大家就講說他已經開始在賠錢 今年還搞說我要跑五個 這個國際的航線 你這個擴充下面 你第一個 你的機師的問題 是不是能夠解決 我還是不懂 因為一般的企業 我們用社會的common sense 老頭子要把這個棒交出去的時候 一定有顧命大臣得放著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對不對 要不然他就是要從底層接班上來的 不然就要有顧命大臣放著 我跟你講 他的祖父林登 下來兩個 一個就是林家正 一個就是林孝信 這兩個 林家正已經垮了 是林孝信去support他 所以這一房裡面 只有從林孝信過來 下來就是長子 就是他 因為什麼 林登他祖父只生兩個兄弟 對不對 主要是兩個兒子 這兩個兒子 就一定是由他來處理 就水到渠成 沒有什麼歷不歷練的問題 而且他前四年的經營商店來講 沒什麼問題 你沒有給他歷練 我跟你講 我覺得這個是對他很大的傷害 你等於他十八般武藝都不會 就放進去廝殺 我跟你講 不然你要給他顧命大臣 我的意思是 這樣才是一個 沒錯 事實上當時 當時那個林家正 除非是他根本就不聽 顧命大臣的話 當時大伯林家正就是因為 把這個父親航空玩到 就是快完蛋 因為從1997年開始 亞洲金融風暴 當時父親航空虧損 是已到79億 那時候他的資本就有75億 在他的大房的 林家正的時候 已經虧到79億 我必須說一句話 當時狀況比現在更慘 當時都沒有說要解散 當時都沒有說要重整 林家正只是說完了 我玩不起來了 我國產實業本業也不好了 所以這時候才叫二房的長子 林孝信去接的 林孝信接這個爛攤子 他第一件事做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第一件事他就從市場上面 找出了之前政旗局的局長 過來幫忙 然後來做這個 第一件事就做財務的調整 來 第一件事做什麼事情 按照標準SOP 跟銀行團討論這個展旗 第二件事 把航線不賺錢的就不要了 第三個是什麼 想辦法開發新的賺錢的航線 所以這個專業警員 今天你就發現一件事一樣 開援 截留 瘦身 對 都按照如此 當時有什麼狀況你知道 他有一架飛機 他就那時候為了要賣掉 他的飛機 怎麼賣你知道嗎 他到全世界去找 發現到新疆那個地方 有用到他同機型的飛機 他還把他的飛機賣到 在2000年的時候 還把這個飛機賣到新疆去 所以也就是說 想辦法 對 想辦法 而且是專業經營人 好 那時候林孝信 也是他自己要顧國產 因為當時國產狀況 也不是很好 他自己有一個中心保全要去顧 他也不想把中心保全的錢 去虧在這個復興航空 所以找專業經營人 就是標準SOP 銀行攢期 然後減掉虧錢的行數 所以其實老頭子是很厲害的 對 老頭子很厲害 所以老頭子給小孩子 建議小孩子不想聽 當然就吵起來了 那麼林孝信當時做起來 所以他當時是 林孝信是把虧損的復興航空 起死回生嗎 是的 當時的債務 就從79億一直往下降下來 然後而且重點是 他開發一個非常厲害的航線 叫做澳門航線 因為大部分當時台灣的台商 去中國都是先去香港 再去中國 可是那過程 你到香港落地之後 到中國要一個小時 那時候他們就是有辦法 跟中國的深圳航空談好 就是你的飛機 一飛到澳門 澳門的機場有多小 比松山機場還小 對 一下來之後 就有一艘深圳的航空 已經等那個地方了 所以這個深圳航空 是要去哪裡的 去哪裡 都接好 砰 不得了 澳門航空就讓復興航空 至少賺了50%的盈利 所以他父親是懂的 而且知道專業經營人 所以我不解的事情是 兒子不行 你找專業經營人 按照當時的SOP 那不能進行嗎 所以我覺得裡面 父子之間的對談很重要 休息一下 我們相信林先生一定承受很大的壓力 因為三代的期望在他身上 長子敵孫 所以對你很多批評 我覺得你也應該要接受 因為真的有點瞎 可是全台灣人對復興航空 是有感情的 對 因為它是台灣歷史最悠久的 民航 民營的航空公司 但是這次為什麼會有這個狀況 就是因為看起來爸爸本來 他可能搞不好還有能力救對不對 可是有媒體就有報導就是說 是媽媽堅持主導就是說 這個東西不能再救了 我們家族不能再看這樣的虧損 所以一個台灣歷史最久的 這個民航公司 就這樣走入歷史上 當然讓人家覺得很不聲唏嘘 這間公司 復興航空成立很早 在民國40年的時候就成立了 民國40年的時候 那時候是由陳文寬 台灣的這個怎麼講 我們的民航局頒發的機師證照 第一號就是陳文寬 是由陳文寬所成立這個復興航空 你看這個手板上面 你看 當初的這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是陳文寬他去買的 最早的兩台飛機 一個是黑天鵝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藍天鵝 那是這兩台飛機 是復興航空最早的兩部飛機 陳文寬自己也會開飛機 所以你知道復興航空 其實歷史非常久 甚至在民國47年的時候 還曾經去支援印尼的反抗軍 在印尼打內戰你知道嗎 那時候印尼就是 本來印尼的那時候總統是蘇卡諾 他是親共產黨 所以那個時候曾經美國拜託我們 因為軍方那時候還沒有華航 所以就拜託陳文寬就是飛機去支援 復興比華航還早 復興比華航還早 那個時候沒有華航 所以你就知道復興航空的歷史 真的很久 可以不要倒嗎 復興 好 解散了 來不及了 然後陳文寬在經營復興航空的時候 我跟你講復興空廚是誰成立的 復興空廚也是一樣 是陳文寬在當董事長的時候 成立復興空廚的 所以那個不是後面 所以復興空廚的歷史也很久 只是很遺憾的是說這個陳文寬 就是說他在經營復興航空的時候 本業其實狀況不是很好 復興航空主要還是靠著就是說 復興空廚跟復興地勤 在支援他的營收的狀況 也就是因為營收狀況其實不是很好 所以才會在民國72年的時候 有我們剛剛講的國產 就是說他們林登家族 在民國72年的時候 才去跟他說我去把你買下來 而且是用多少錢買下來你知道嗎 2億 2億就把它買下來 2億買下來之後他再去改善它 所以在差不多在民國70幾年 在5年之後 他又重新開始經營國內的航線 在恢復在營運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復興航空 在跟台灣的歷史已經綁很久了 然後就這樣把它解散掉 你就覺得很可惜 而且你看復興空廚經營多久 復興空廚在陳文寬陣內 成立到現在經營這麼久的時間 結果最賺錢的部分 你們賣回去給自己的家族 而且當時他們為了救復興航空 還決定把陽明山1000坪的豪宅賣掉